時間給各位出來 沒關係 我們又有意見了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功率的部分 我們現在講功率的一種 就是所謂從能量轉換成功率 從動能的部分 我們講動能的部分 剛剛講過什麼的部分 上次叫機械能 未來可能我們還會學的 就是從電能部分轉換 剛剛有說過就是電能的部分 電能的功率怎麼算 我們怎麼講到電能部分再講一個 我們先講到機械能部分 基本上這學期所上的課 都是講 以跟物理裡面的力學相關的 電能部分是下學期 電能 對 你看這樣 KQQ 大Q小Q 等一下 下學期 下學期要講到電池的部分 電跟磁這些部分 好 那 動能 動能怎麼來計算 這個K是 kinetic 是動能的意思 運動的東西 所以它的能量 有時候動能像EK 那有時候講 未能的話 EU EK EK EK我們說是等於 Mgmv平方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有個固體 它落下來 假設這個距離是H 它從這個點落下來 它事實上釋放出Mgh的能量 是不是Mgh的能量 那 可是在它落地前 沒有落地前 它是不是 所有的軌的軌道 動的 這不是我們的速度 對不對 它速度很有能量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 把Mgh 去轉換成一個 Function of V 的東西 可以嗎 我們來試試看 到底它是什麼樣的一個Function 它轉換成什麼東西 好 那首先呢 就要回來了 它落了一個H距離 它在一瞬間 它的速度是多少 我們可不可以算 怎麼算 我們又回來了 對不對 H等於 2分之1 Gt平方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地方提到什麼 可以知道T嗎 這個B是多少 第一個我們知道是Gt 是不是 Gt 是不是Gt 是Gt 一個加速度 作用了T時間之後 它的速度就會是G乘上T 它的加速度乘上T 就是它的目數 好 T等於什麼 從這邊來 可以什麼 移過去 Gt 所以是G分之2H 快點好 看到嗎 對 從進來說 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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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H G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這邊的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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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 可以是VC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說一個 一項 調整一下 所以V平方 等於2GH 所以GH 所以G成 2分之V平方 對不對 帶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方形容V是什麼 2分之MV平方 也就是說 當這個速度越快之後 它們得到的能量越高 在這拉圓地下 是從 這個距離 轉換成這個速度 我們可以想像是 這個能量是相同的 所以我的位置全部轉換成 動成的 我只是 從這邊 這是這樣子 假設我們講的這些方形容H 轉換成方形容V 什麼意思呢 這個H 方形容H 你的距離 距離 影響到 後面釋放出來的位能 這方形容V的意思是說 你的速度 表示當效果具有的能量 那我們知道 位置 通常有個位能 位置的改變 如果會影響到 能量的改變的話 這個東西叫做位能 速度的改變 因為它是一個運動狀態 所以我們把定義這叫做動 所以我們動的就是 FVMP平方 我們的位能是 MGH OK 好 這大概就是動能跟位能的定義 那事實上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常用位能 要不要這樣 changes Werui 只有 タ文 結果 pelig止 改變這時候 具有的能量 好 我來看一下 我們學過VD圖 所以這個VD圖裡面我所曠的線代表什麼 代表我速度跟時間的成績 在這邊假設我所得到面積的話 代表速度跟時間的成績 也就是我們所要定義的叫做距離 這積分對T做積分 表示我這個中間的面積 這代表就是我的所經歷過的距離 好了 同樣概念 假設我可以做出一個叫做F X2 這什麼意思 F是力量 我們用大小 這叫X X是用X X代表位移 我代表力 什麼情形會有時候會以力量改變呢 就是它 我的位置改變 在地球表面的位置改變 會不會地球的吸引力重量又不改變嗎 不會吧 不會改變齁 所以假設以地球來看的話 我應該是一條線吧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本筆從地板引上來 移動了一個H距離 我所做的工 是不是MGH 是不是這個年紀 是不是 好 那 那麼 假設我現在的彈簧 彈簧不知道 骨刻定律是不是叫做F X F K X F K X 我這個彈簧 假設這是牆壁 這是我的 自由槽的時候 我在地板上 我給它拉伸X距離 或給它壓縮X距離 我得到的彈簧力就是F 對不對 理論上是要負K X 為什麼要負 方向不一樣 當我 以這一點為0的時候 一通道不正X的時候 我在這邊的力是 往回拉的 對不對 我在這邊的時候 壓縮-X 我的力是往前推的 我的方向 剛好相反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在眼鏡上 是F-F K X 但如果我取大小的話 就是F-K X 我們以前學的 是F-K X 當你考慮到方向 就要等於F-K X 好 那 我們在這個 F X F-K X 是斜的 是不是跟剛剛那個 是很像 是斜的 好 應該是 應該是往下 為什麼往下呢 當我距離越遠的時候 你的力是反方向 越大 對不對 好 那么这个面积代表什么 面积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能量 代表能量 好 我在这一点X的时候 这一点的D是多少 是不是KX 所以我的密集是多少 是不是代表能量 代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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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糖 是糖尿位能 就是2分之1K平方 我压缩多少能量 在中间它的蓄性能量 就是2分之1KX平方 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三种能量 第一个能量是动能 2分之1K平方 胃能MTH 糖尿位能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 剪辑运动的题目 记不记得 剪辐运动回来看 用它的糖尿 为什么来考虑它的 那是用变化 好 假设呢 我现在有个糖尿 固定的一个物体 质量M 质量M 然后呢 我把它拉伸了 这只有小的地方 我把它拉伸你的 X的距离 我给它放开之后呢 它就会左右摩擦力0 摩擦力0 摩擦力0 它开始左右摩擦 左右晃动 这时候就是 所谓的这个 剪辑的移动 它会摆到 里面它是不会平的 如果摩擦力0 是不会平的 好 那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它在这一点的速度 会是多少 它糖尿系数是K 糖尿系数K 它在这一点的速度 会是多少 那个是 速度 那我们摔一下 那你摔一下 那你摔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想说 我从胃能嘛 这边一定有一个糖尿味能 糖尿味能从而能动的 好 在这边的糖尿味能多少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欸多大 糖尿味能 二分之K AK是平常 对 到这边的时候 糖尿味能没有 糖尿味能从而能动的 所以我们假设 我们的V 是我们假设的 所以它这时候 等于二分之 M V平方 走 对不对 所以V是可以走 X是已知 K是已知 M是已知 只有V是位置 所以 V V平方 等于什么 M K X 平方 是不是 好 所以V 等于什么 是不是 N M M K 就是X 或是X 在后面 所以这是我的速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上面讲过 假设这是 我可以问你周期吗 对 我可以问你周期 周期 周期 简缺运动 简缺运动 周期 不要想一下 想一下 不用想像公式 不用想像公式 回来看一下 你想想一下这个东西 它在做全旋转 好 是不是 以X为半径做旋转 它速度最快在哪里 在中点点 因为你是看的是 看来是水平方向的同量 它在 转到这个点 这个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0 对你来讲速度是0 因为它同量是0 对不对 但是 就转到这一点的时候 速度是往那边 转到这一点的速度 速度往这边 转到这一点的话 速度往这边 但是同量是0 转到这一点的话 速度往里面 但是同量是0 所以它是以一个 这个半径 X的半径的圆 在做简缺运动 在做圆周运动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如果就成立的话 我也不知道 我的速度是 跟到MKX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的T点是什么 T点是2拍 2拍MX 去除上V 对吧 是不是这么简单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什么 T 周期 因为2拍X 代表一周 一周的距离 我也知道我的速度大小是 跟到M分之K 乘到X 所以我就把我的 2'X 去除上V 那边在什么 2'X 乘上 X分之1 再乘上 Oeng 结果 X X dengan K Rememan S X 这周期 没有 X 走 什么意思 這周期跟距离没有影响 也就是我現在拿那個腸筒 當這個腸筒是沒有辦法壓縮的 我如果拿這個腸筒 它是可以這樣左右搖晃的話 它的周期只跟我掛的東西有關 跟我拉長一點 拉短一點 開始震動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邊符合什麼 我們任何一個事情 任何一個物體 都有一個叫做自然頻率 這有個周期的嘛 這是周期 周期的導出是什麼 是頻率嘛 是不是 導出的頻率 所以把它導出之後 它是頻率 任何一個物體 譬如我這個椅子做好了 請問到這個椅子 這個桿子 在某種程度而來講 可不可以說它有彈簧伺素 它是個質量 所以當這個椅子被做出來之後呢 它就有個自然頻率 所以當你可以去 假設我現在做特斯拉的概念 是這樣的 特斯拉概念 我如果可以找到這個自然頻率的時候 我只要找個東西震動遠邊 它自然頻率一樣的時候 這東西就會被共振 被共振就會讓它整個結構破壞掉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在房地裡面 彈一下 噔 可能你會覺得衝在動 因為衝的自然頻率跟你的頻率相同的時候 它得到一個共振 有時候會得到 啊 啊 大聲 喊叫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房間在震動 但是你的頻率跟它有自然頻率的共振 它才能共振 不是所有東西都震喔 有時候那震動不是所有物理的 是某個東西在震 剛好是那個物體的自然頻率 跟你現在所發揮的聲音的自然頻率 有一個倍數關係 所以倍數關係就是說 好 這是盪秋千 它是不是盪了盪秋的自然頻率 所以它盪過的時候我推它一把 它盪過的時候我推它一把 它會越來越 證服力越來越大 它盪兩次我推它一把 盪兩次我推它一把 是有同樣的效果 只是效果減半而已 它盪三次我推它一把 盪三次我推它一把 也是有同樣的效果啊 就是這個時間的拉長而已 所以它會控證 所以控證的意思是說 當這個頻率有倍數關係的時候 你就會跟它其實有一個控證效果 所以這是我們的自然頻率 我們的周期會發現 指跟它的彈簧係數跟質量有關 它跟你的正乎大小沒有關係 跟你的正乎大小沒有關係 OK 好 好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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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它們衛能 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 這邊哪個東西叫做衛能 是 我們外人 講做 好 好 我們外人 吃藥還有另外一個定義嗎 這是 用在 我們剛 以一個無窮遠 無窮遠的地方來看 是它是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 如果說 看的距離很窄很小的時候 那我們用這個距離去解決 為甚麼問題 可是當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 我們要到太空去探險 我們派一個 太空船要從這邊去登出某個彗星 對不對 我們從地球的表面 到那個彗星的距離 就可以算是無窮遠 無窮遠的 你要考慮是能量的變化 那個能量變化很重要 因為 能量變化在來說 你這個太空 可能讓我攜帶的能量 夠不夠耐用 假的你沒有算好的話 你可能就發現 我今天有彈的能量 低估了 我到時候沒辦法用 所以 假設 這是一個重力場 什麼叫重力場呢 重力場就是說 場 場在英文叫做Fu 場的概念就是說 它是個趨勢 是個趨勢的感覺 假設這個場的影響 是對質量 Fu這邊有質量m 我放在這個場裡面 你會發現我會移動 有往這邊移動的趨勢 我覺得說 這是我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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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方向性的話 場是有方向性的 假設呢 我放了一個 物體在這邊 然後它沒有影響的話 那就是沒有場效 可是如果我發現 我發現正電話在這邊 然後它也會被吸引 所以我給你場 假設我放的是一個磁鐵 放在這邊 我發現它會不會有吸引 它也會吸引 這叫做磁力場 或者被排斥 或者是被排斥 比如說這是一個場效應 然後有場的效應 好 那我們現在是講重力場好了 在一個重力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既然叫重力場 它是對誰有影響 它是對質量有影響 對質量有影響 所以我們想說 好我現在一個無中原的地方 無中無中原的地方 我們這個假設 無中原的地方的 能量是零好了 是不是零 好那講到這個地方是零 我往這邊靠近 我說我越往這邊靠近 我的能量越大越小 走 越大越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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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這個地球 我如果地球的這邊 有東西落下來 你會說這邊的能量比較高 還是這邊的能量比較高 多小 不要靠近地球的能量比較高 不要靠近地球的能量比較高 遠遠 遠 可能它都零 那是零 那是零 那會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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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能量從來動 那會有動 好 所以是這邊能量高 那是能量小 所以說 在這邊的位置 你叫負的 都是負的能量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都是負的 OK 什麼關係是負的 未能是負的 未能是個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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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物體 從這個高度撥下來 我可以說 對不起 好 這是H高度 我從這個物體 從這邊落到這邊來 那 我的未能是多少 我們是不是習慣上 反正是H嘛 就是 MGH 就是我的未能 事實上 你要仔細思考 我的未能 DELTA MG DELTA H 那我加DELTA 都表示是前後關係 是誰減誰的 對不對 好 假設未能是 那我可以講 這個未能大 還是未能大 上面未能大 所以它減它 會是正值嗎 對不對 它減它會是正值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假設這邊的H是 那就假設這邊是0喔 對 所以我是等於什麼 MGH-0 是不是這樣子 H-0 等於H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MGH 那假設 假設這邊是0呢 我假設這邊是0 那這邊用多少 負的 這高度就變負H 所以等於什麼 MG 0-負H 是不是MGH 所以這邊是負H的意思 所以假設我這邊是0的時候 這邊就是負的 OK 那我 吊到 我吊到這邊 那我這邊具有多少怎麼樣 或者說 我把這東西移過去 我需要給它多少怎麼樣 對吧 我把這東西移上來 我需要多少能量 MGH 哪裡 哪裡 MGH 好 我們再想想看 因為這才無限遠 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 這個無限遠 是不是 表示我在這邊 所受的地心引力 就會有影響 我在這邊所受的地心引力 已經是跟地球的距離關係了 好 請問我在這一點上 所受的地心引力多少 OK 哪一點 在這個點上 在這個點上 那你會做一些假測嗎 假測這個距離是R 好了 我在這邊點上 所受的地心引力多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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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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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的能量是跟R平方的關係 好了我現在往下掉 放這邊 我的力量是什麼 假設這邊是R平方 R平方 G M 對不對 那我從 我從無窮遠 是0 因為為什麼無窮遠是0 你看我這邊的R是無限大的什麼 無限大的平方 這個力量是多少 無限小是0 所以我在無限遠的地方 我所受的力是0 所以所受的力是0 基本上我有沒有 所謂的位能 沒有 這時候我再更改變一點點距離 好像都沒有位能 因為我的位能等於 MGH 這個 這個 事實上這個G是0 所以等於0 乘到H 所以無限遠的地方幾乎沒有改變 可是當我不動一段距離的時候 就有改變了 可是距離不能用這邊來算 因為這個無窮遠是沒有標記的 所以不能從這邊來算 從這邊距離來算 好 好 那 那麼我們在這一點上的位能是多少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 這邊的位能到這邊的位能的差 不過從這個位能到這個位能的 這個差別 就是我這一點的位能 我這樣講到底是什麼 然後到底是多少 我們可以畫轉嗎 我們可以畫轉嗎 好 我們的R 這是R平方 所以假設這是 這是R R就是F 我們的圖會怎麼畫 無限的地方是0 沒有力對不對 在R很小的時候呢 比較大 這個會怎麼畫 這張畫面是0 好 我們用圓的時候 這個圖會就會貼定了 沒有什麼力 那假設我們可以知道 那 這樣 這個面積會不會就是我們的胃 會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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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積分就對了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也要算嗎 啊 這個算什麼 要算出 你要怎麼樣把一個東西 丟出去這個重力場 讓它不受重力限制 它有一個方法 讓它不受重力限制 它會有很少的 可是這個 好像是歐一歐的 為什麼 我可能沒有說什麼 那是歐一歐的 歐一歐的 歐一歐的 歐一歐 所以 所以你多歐一歐 各個隊員都會有種重力的影響 理論上你丟個石頭 這石頭應該掉下來 那到我們那種能力的時候 我丟個物體上去 它就會掉下去 那個應該不是一個地理 因為它會根據它 旁邊是想來申請 假設旁邊沒有進去的情況之下 那你只是丟到它因為它 除了它在轉 它有吸引的能量 然後它吸引的能量 我只要脫離這個能量 我是不是可以脫離了 不然嗎 除了它轉 除了它轉 變成一個衛星的 你扔到位置的運動 它不會掉下來 嗯 你這樣講 如果 有一天它可能最後還是會靠在一起 就是 假設有些重力的影響 整個宇宙會崩潰 有一天宇宙會再收縮崩潰 那是對的 可是我們可以想一下 在某一個能量之下 這個太空船 就可以 幾乎不受地心引力的影響 就可以出去了 因為你這樣才有可能做 心機間的旅行嗎 我們可以說 可是它不是完全沒有 不是完全沒有 是領領領領領 到很小很小 想到你幾乎不用擋一下的時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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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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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就是距離地心 R 處的指標 M 的時候 它跟地球的重力溫能是多少 對呀 那跟你要求那個人的溫能 我要求那個人 因為你說什麼時候才會波利亞 它明明有要波利亞 對 但是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的重力溫能知道之後 我在普通多少能量 我就可以讓動零 我知道這邊能量之後 我這邊能量你要知道 因為我先知道能量是 U 等於 R 分之 7 M 處的 我是要加上這個能量 我就可以讓它等於零 我就可以到這個點上來 我就可以讓這個固體 繼續飛飛飛飛飛飛到這個點上 可是這個點多少 無限遠 我就可以到無限遠去 是不是 這是一個太空船 這個太空船本來在地球表面 然後它現在具有一個能量在這裡 可是我怎麼讓這個太空船 脫離地球的限制 可以飛到無限遠處 我知道必須知道這邊的能量是多少 對 當我知道這個能量之後 我就可以讓它到無限遠了 可不可以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要講的是它有兩個東西 但這東西怎麼來 像你跟妳講 這是一個 我們把這個東西切開成什麼 這是MG的話 那G是什麼 G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這塊的G 好 那我們所要抵開的距離是 是我們的距離是 這塊 是R 所以我的距離 所以我的位能就可以寫成什麼 因為這個G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 R平方分之G大M 這是地球 再乘上M 再乘上R 所以R就預約在一個 RG大M小M 這從這邊來 所以我可以知道我的位能 但是這邊 為什麼要寫負的 今天我們要補充能量 到我們最遠最遠最遠的地方去 這假設這邊是比有沒有寬 你怎麼可能用有限能量去 有限能量 而且 你剛才抓了 我也能 可是你把補充上去 你應該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好 這是有限能值 這是一個有限能值 對不對 我比我舉個例好了 假設是 假設這個物體在地球半徑 地球半徑是不是 多少 是 一萬六千公里 一萬六千公里 好地球半徑是一萬六千公里 我這個R是椅子 我在這個地方有太空船 它實際上是M 我所說的重力是G 所以再乘上一個R 我就知道我的 在這邊的能量是這麼多 負的MGR 也就是說 我只要能量給它多 我在這個太空船裡面 給它儲備了 大於 大於MGR的能量 我就可以在這個太空船 到宇宙後去旅行 因為根據這個說法是 我只要等於的時候 我就可以到無限遠了 我只要大於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脫離無限遠 比無限遠更多嗎 這是有限的值啊 這是一個有限的值啊 值量表現就算是一噸好了 1000公斤 1000噸好了 我的G是9.8 我的半徑是16 一萬六千公尺 一萬六千公尺 這麼大 這乘起來是有限值啊 還是一個有限的值啊 可是我只要突破這個有限的值 這個能量 我只要儲備了這麼多加爾的能量 我就可以讓這個太空船 飛到無限遠的地方去 對不對 那我只要比它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我覺得要比無限遠更遠 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合理嗎 比無限遠更遠不合理 但是 它應該會更 但你應該想到到無限遠之後 它會漸漸 人量會更遠 你這樣說 萬有眼鏡算了嗎 那這樣它就是 脫離萬有眼鏡嗎 呃 在宇宙中它就是沒有脫離萬有眼鏡 因為你R就是很大 我覺得數學算起來就是啊 只是說 應該說它到那邊 它可以自由活動 可能它 自由活動 它可以自由活動 所以小脈就是有點沒有 嗯 對 這不可能沒有 不可能沒有啊 所以 所以事實上 在極限這件事情上 我們都保 我覺得我個人來講 是 保有一點點就是 想像空間 在無限遠的時候 事實上 都完全沒有影響 事實上影響很小的影響 就像你說 好 當初宇宙爆炸的重力波 也是經過 經過幾十一年 才到地球上來 那個重力波 你說好地球 對這個 對這個太空船的影響 可是太空船 已經離我們很遠了 這重力波 傳到它身上 也有一定的時間嗎 這重力波 對它這樣 它也是需要時間去傳遞 它並不是慢慢的影響到了 所以那個影響 是 很有限的 所以 當初 我覺得啦 因為我 不是很確定這個歷史 為什麼要保證當初的 這個以重力場 來看重力為能 這件事情 但是我 我認為是當初 他們在發展 那個火電的時候 他們必須知道說 我需要多少時間去 去離開地球 離開地球 離開地球引力控制 好 所以他們必須知道說 我需要多少 多少量 這叫脫離能 你摸摸 摸摸 摸摸 這叫脫離能 我要脫離這個重力場的局數 我需要這個很量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算 他先假設 他先假設 無精緣的地方 我的能量 為你不領的時候 我反推回來 我知道在我的臉上 我的能量是多少 因為你看喔 我假設我現在有個太空船 這是一個地球的月球 我太空船 發著晚上穿到月球段 他在坐等到衛星的時候 在這邊你可以知道 他是不是有高度 他是不是有重力溫能 在這邊是我叔叔 他有個動能 可是你希望他能夠回來 你希望他一個能量 要讓他脫離月球的重力束縛 那你要他脫離月球的重力束縛 你需要多少很量 是不是需要先知道 或者你脫離不了他 所以你就必須去先 不是吧 我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你這個 應該不適用在 怎麼脫離 因為 他這個 他 嗯 你就在照他的衛能 可是你不代表說 你 你普通的衛能 就會照他連結 因為他的 他的 他的衛能是跟他的 距離 的平方成反比 對 所以應該不適用吧 就是如果 因為他如果是那個 那個 那個 衛能 如果是跟你的 那個 距離的一次 成比的話 他就變成說 你只要 你只要 那個 中間下面的一段距離 那你只要再補充 同樣距離的能量 就可以上去了 嗯 他不一樣 因為他是跟他的距離相反比 嗯 跟距離相反比 那是 力的部分 就是 力的部分 對 那其實就是 嗯 積分起來就不一樣 嗯 對啦 我們在取積分 也是取一個 類似一個 逼金子 可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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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你把它縮小一點 因為 你說 你只要補充到 他未能的能量 你會回到 零一點 可是那只適用於說 那個 W 等於 F S 好 我們這樣講 假設 你現在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說 這是地球 我可以算出這一點的未能嗎 可以啊 我可以算出這一點的未能 那 如果我補充這段子的能量 我才可以把這個東西送到這邊來 對啊 可以啊 那我可以知道這一點的未能 好 那我是不是在補充這一點 我會能量把它送到這邊來 好 然後 我覺得 如此類推啊 可是你這邊知道的只是 當我到 這個點的時候 已經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知道說 我在補充一點能量 我就可以到 一個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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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去 那這個無限 因為只要是無限 你承擔一個很小的數字 還是可能會有個值嘛 對不對 這個值是多少 我不知道 因為這無限大能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提現函數 就像 就像我們想講說 好 他越加 那我講過1 加上1 加1 加1 加上8 加16 加1 等於多少 你不會告訴我 因為這是無限 所以他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他可能超過2 他不會超過2 對這邊不會超過2 這是一樣的道理啊 我所需要的普通能量是越來越強 我所需要的普通能量是越來越強 所以他會有個極限值 那我知道極限值之後 我就只要 比極限值多 我就可以超過他 對 那在物影上的1 就像你講的 就算在無限遠處 你會不會收到中間的影響 還是會 對 因為整個宇宙是無限大 整個宇宙 你也可以說 它不是無限大 它可能是無限大 只是那個 有限 在我們在想像中 它是無限的大 所以你再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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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遠 你就是會收到中間的影響 對不對 只是說 我們如果提供足夠大能量 我可以說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這已經無限遠了 這次可以移到 Innership的邊緣了 我可以說 我可以提供這麼大能量之後 我可以運動到非常非常遠的地方去 這個也已經遠到我們 就是 目前人類可以看出的最遠處 這樣講 我一定有個能量可以讓我做這件事情 那否則我今天如果提供再大能量 我都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去看出宇宙了 只是說 我竟然給它多多少能量 才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個遠是非常非常遠 但是有多遠我們 可能還是有限的 還是很有限的距離 只是我知道 我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能量 提供有限的能量 可以超過這個值 那超過這個值之後 我就可以去做自由態度 所以說 就這樣講 講在母典上 這距離已經是200公里了 200公里遠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這個能量差了之後 我可以補充能量寄居給它 當作太溫暖到200公里的地方 那沒錯到200公里之後 假設能量耗就不會再被吸回來 可是夠了啊 我已經夠了啊 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不夠了 對不對 那我應該知道 可是你剛才 那個 你在續續的總統 那它 應該是不會被吸回來 就是說 那個 那個東西就是變時間的影響 你說會不會吸回來 所以時間影響 就是 你假設超過 好我怎麼知道 11年 21年整個宇宙會說 會不會 幾億年 幾十一年 幾百億年之後 整個宇宙會塌陷 可是我會說 我們現在講這個不理的狀況 你不能用說 以後可能會怎麼樣 對啊 因為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做的東西 速度 距離 會等於 速度成時間嗎 當然這個時間很容易 很有影響 你在整個宇宙中 假設因為這已經到無限遠處的地方了 你要從無限遠處的地方 當然你的時間很重要 因為我沒有辦法到無限遠處 就算是光速 我現在就算是光速 我也是要走無限大的時間 才可以到無限遠處的地方 對不對 光速已經極限了嘛 就算是光速運動 我還是有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知道時間 才知道無限遠大概是多大 那這樣我們知道無限遠 就這邊來講 純粹是李頓欣來討論 克勒家他也帶不去 但他可以知道 當我知道這能量是有限值的時候 這能量是有限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幫忙努力嘛 我就可以超過 我只要提供足夠的能量 我就說宇宙中的 宇宙中的探險 我就可以把太空橋 派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因為我 當我不知道這能量是多少的時候 我就好像今天一部車 我今天裝加了汽油 結果開進去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心情 外面的食物表 外面的油表 那最容易發生事情 我開了一半泡 為什麼泡 是沒有油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已經知道 我先從這邊出發到台北去 再回來 我需要20公升的汽油 我加30公升的汽油 可以確保我可以回來 我也可以確保我 可以到台北做什麼事情 對吧 所以 所以我們要現在做什麼 或是這件事情 我需要多少能量 先去好這件事情 所以那普通 這個能量 再多一點的能量 我就可以造成太空橋 可以去到那邊去做很多事情 就這樣 我並不要讓他回來 我們太空橋出去都不會來 對啊 除非說去 太空站或去月球 也要回來 現在出去 基本上都不會來 OK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七七二D 好不好 七七二D 其實它是一個敘述 我們可以簡單來看一下它的敘述 它有一個單擺 它主要是做正弓虛弓的一個說法 那什麼叫正弓 什麼叫虛弓 要復弓啦 復弓 什麼叫正弓 什麼叫復弓 這邊有個 說法是這樣 比如說 好啦 我現在這個板擦 我這樣推它 我有施力給它 可是那速度沒有增加多少 它變走出去運動 不知道是什麼 我現在我在做正弓 因為我的力的方向 跟我行進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是叫做正弓 可是誰在做復弓 摩擦力做復弓 因為摩擦力有施力的方向 跟它的行進方向是相反的 摩擦力做的復弓 所以正弓跟復弓 比較晚的時候 我現在不做工 我現在對這個板擦來講是沒有做工 因為我對板擦做正弓 摩擦力對板擦做復弓 所以對板擦來講的話 它能量沒有提升 我的能量全部消耗到摩擦力去了 這是正弓復弓的概念 那什麼叫虛弓 好就趕他 在這邊 我現在往這邊 移動 我這時候所做的弓 我現在有四個力向上 維持到位置 可是這個力量並沒有做工 所以我今天所說我吃的力 做了是虛弓 不是沒有做工的 好 這題來講的話 為什麼 繩子的長力不做工 因為他都跟那個方向似的垂直 OK 對齁 這個T不做工 是因為它 anyway 它這個時間的速度 都是跟那個方向似 垂直 所以這個下面 這個是不做工 好那重力度怎麼動 正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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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因為他的運動方向 跟他的夾腳 小有十度 表示我在這方向是有分力的 正式 那什麼都是做複弓 過去 正式 我從這個點 開始往這邊 反的時候 是做複弓 因為我的運動方向是往這邊 可是我的重力是向下 對不對 所以重力在這個方向的分力呢 是 是負的方向 所以做的是複弓 所以在這邊正弓 有時候都正弓 有時候都複弓 有時候都複弓 然後還有什麼 摩擦力 空氣阻力 空氣阻力 空氣阻力做什麼弓 複弓 空氣阻力 永遠做複弓 因為空氣阻力跟他運動方向相反 空氣阻力永遠跟運動方向相反 所以空氣阻力做複弓 好 我們到這邊 空氣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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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